Hello大家好我是大吊 这几天的微博就跟瓜田一样 一打开全是瓜 光是我们的顶流 凡凡就占了半个热搜榜 事情是这样的 多美竹在10号接受了腾讯一线的采访 说自己不怕凡凡 手里有的是证据 然后凡凡团队慌了 在11号就联系了都 表示要和谈私了 都这边开出的数字是800万 凡凡团队表示800不可能 最后好不容易谈到了200万 凡凡团队又让都美竹 供出其他受害者的微博 或者是微信的ID 都这边坚决不干 结果双方就谈崩了 于是乎都美竹干脆就把双方沟通的内容 全部录屏曝光了出来 很多人看到这里估计会好奇 问为什么凡凡不像另一个顶流一样 硬气点直接告对方 其实答案很简单 那顶流的爆料一看就能看出来 大概率是梦女发疯没实锤的造谣 而凡凡这事明眼人都知道是实锤 凡凡根本不敢硬刚 也没有底气 从都美竹10号刚参加了采访 11号凡凡就给他转了50万 可以看出来 凡凡这次应该是真的怕了 并且在双方沟通的过程中 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凡凡团队的口气明显是在认怂 跟表面上发律师 还是狂者的态度截然不同 所以这妹子手上应该还握有大料 但是从都美竹微博最新公布的两条内容中 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出一些别的端倪 一条是都美竹将凡凡给他的转账记录录屏发了出来 一笔转账20万的账户后缀 有明显的凡凡大名的拼写 而另一笔30万转账的账户后缀 有人扒出来是凡凡妈妈加拿大户载上的名字 这条信息可以说是直接捶了都美竹整个事件的真实性 包括凡凡诱惑骗未成年人应该都属实 接着另一条微博是 都美竹晒出了凡凡团队发给他的和解协议 可以看出协议一共有9条内容 全部都是乙方要如何如何履行承诺 只字没有提甲方的义务 更细思极恐的是 这中间的部分用词非常高明 他这个第一条乙方收到甲方汇款后不再折腾要挟 或者以其他形式给甲方造成任何不利影响 第五条中 不应分钱不均对甲方再实施任何胁迫要挟行为 这个再字就用得很灵性了 什么情况下才会使用再字呢 表示将要重复的动作再继续再出现 也就是说签了这份协议 都美竹就变相承认了 他现在所有的行为和动作都是在胁迫和要挟反反 且金额数目已经高达200万 法律上敲诈勒索买了2000元就可以立案了 我国刑法第274条规定 敲诈勒索数在2000至2万会判三年以下 2万到10万的三年以上 10年以下 都美竹200万这个金额 大家可以算一下 他大概需要吃多少年的牢饭 并且在都美竹发的双方的录品聊天记录中 还有一条是凡凡团队转给他300万 然后再让他转回给他们100万 这个操作就是为了坐实都女士这一系列的敲诈勒索行为的真实性 看到这里真的是让人背脊发凉 不得不说一句狠还是凡凡狠 200万叽叽歪歪磨叽叽到了半天 结果大概率还是个闲人挑 真的是牛啊 不过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都美竹最终没有选择私了 是把整个事件发了出来 所以啊 凡凡这次也是真的遇到硬差了 并且都美竹这边大概率应该也有团队在帮他把关 目前看来双方谈崩成了这样 隔解一时半会是不可能了 接下来呢 都美竹应该还会采取这种持久战的模式 每次在凡凡有活动通告的时候出来爆点料 所以啊 朋友们 只要有都结在后面的瓜就会持续供应 最后呢 还是想说几句我个人的看法 可能大众对于反反爆出这种陶色的新闻 很多都已经麻木了 但是此次事件真的性质不太一样 如果事实真的如都美竹爆料的那样 诸如说 他的团队专门在网上 排选高考前后的女孩子 以签约艺人的名义 把他们骗出来喝酒陪玩 最后一起酒店过夜 醒来后都不知道前一天发生了什么 那这已经属于诱骗迷奸犯法了 更别说还有未成年人 真的是细思极恐 让我突然想到了台湾的李宗睿 所以这个事件我觉得不应该把它当作一般的桃色新闻 消遣看热闹就完事了 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可以介入好好调查 明星之所以是万人追捧 拿着插高的代言和商务广告费 那么就必须做好表帅传达正能量 最起码的义德要有 否则你就应该消失在大众面前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见